2011、12學年的教科書書目中 只有5%的貨本是分拆教材出售 未必可以幫助家長減輕經濟壓力 教育局局長孫明陽少有感嚴厲批評教科書出版商 書商至今只是願意將書目表中 佔很少部分的修訂版和新版的書 將教材和教科書分拆定價 其他貨本價格大約有3%至5%的升幅 雖然社會各界特別是家長對貨本的減價和教材的定價有強烈訴求 但書商很可惜採取一個漠視民意的態度 對書商再次以版權為理由要求延長教材分拆的期限 書明陽說難以接受 我們認為書商提出需要額外三年才能把貨本和教材分拆 定價這是不合理的做法 所以我們現在要求書商用一年的時間 是將老師最需要用的教材 包括我剛才所說的教師的用書 史提庫和靈性光碟 這幾個主要項目 希望它在一年之內定價出售 如果書商在一年之後仍然拒絕就著教材分拆定價 我們會即時招標出版貨本和教材 明天我們會即時這樣做 為市場引入新的競爭 教育局未來會成立工作小組 由副局長陳惠安領導 負責分拆制度下引申的各種問題 除了是招標制度的具體實施方法之外 還包括教師未來購買教材的開支 和貨本價格調整的空間應該怎樣規範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王嘉莉報導